赵子慧呢 我问你呢 颜若舟 你的秘书 你问我 开会就算了 她又不参加 文档在她电脑里面 我用嘴说呀 那印出来不就完了吗 四个部门老总加我等一个秘书 我们也不想等 她电脑有密码 怎么打印 这会还开不开 散了吧 等等 我来印 印码应该是她生日吧 是她生日吗 试试你的生日吧 半个小时之内她要不到 这个月工资罚了 你准的家 我没准她迟到 你准备elas 你准备好了 我说一遍 你准备了 我说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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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准备吧 我说一遍 我说一遍 你去厨 你准备说那遍 我说二遍 我说一遍 我说一遍 我先去下雨 你好 总裁办公室 那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 颜总 这就过来 颜总 先坐 转口气 李总出去了 三点的会开晚了 开会用的文件我帮你打印的 谢谢 这里头有一万块 你先收着 干啥 你这个月的工资被扣了 为什么扣啊 你现在是李总的人 你去问他呀 我不要你的钱 行 你不是还惦记着之前欠我钱吗 那个钱不用还了 只当我贴补你工资 我要还的 不那么清楚有意思吗 迟到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扣钱是应该的 你在他手底下做事 工资迟早被扣光的 去巴黎总部更是想都不要想 不会的 在哪里我都会做好的 今天是意外 他分分钟挑你刺 不是 你能做好 那是他还不了解我 你们俩的感情 之前可能对我有一些影响 现在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怎么说是因为许天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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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